今天,我们将用科学的角度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根据天空新闻网最新消息 3月20日,西班牙遭遇连串猛烈的冰雹事件袭击 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财产带来了严重影响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让许多西班牙人感到措手不及 据报道,首都马德里附近的A3高速公路成为了冰雹肆虐的重灾区 下午4点左右,一场强烈的冰雹突袭了这条通往马德里的要道 滚滚冰雹砸在道路上,砸在来往的车辆上 瞬间就造成了30多辆汽车相撞的惨剧 事故导致18人受伤,索性无人丧生 伤者大多是因为剧烈撞击导致的腰椎和颈椎疼痛 13名伤者被送往了医院救治 而在西北部的萨姆拉市,一场持续了半小时的冰雹风暴 更是把这座城市变成了白色世界 许多居民被巨大的煲击声吵醒 震惊地看到窗外竟铺满了厚厚的冰雹 有人形容天都塌下来了一般 冰雹不仅砸坏了窗户,砸凹了汽车,砸出了屋顶的窟窿 还导致多处建筑受损,树木和植物被毁,多条街道瘫痪 根据天空新闻网最新消息 3月20日,西班牙遭遇连串猛烈的冰雹袭击 消防员们度过了异常繁忙的一夜 接连响应多起因冰雹导致的紧急事件 圣莱琳娜医疗中心的屋顶都被砸塌了一块 急诊室和诊室被雨水淹没 就连消防局的大楼也未能幸免,屋顶被冰雹砸穿,内部进水严重 冰雹还导致多个街区停电,让许多居民在一片漆黑中度过了数小时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盛州而精心装点的鲜花 也被狂风冰雹摧残得不成样子 受灾后的街道,到处是碎冰和垃圾,路面湿滑地像个溜冰场 不少穿着睡衣的居民看出窗外,站在阳台上,面对眼前的一片狼藉发愣 谢谢你按赞,留言,订阅和开启小铃铛,我们每天更新 西北部的萨拉曼卡省同样饱受冰雹的蹂躏 虽然持续时间没有萨莫拉那么长,但强度丝毫不逊色 一些当地人表示,冰雹像高尔夫球那么大 尽管当地政府提前预警做了准备 但风暴的猛烈程度还是出乎意料 在北部的吉普斯跨省,一条高速公路上 接连发生多起因冰雹导致的车祸,至少14人受伤 巴斯克安全部门不得不宣布封闭事发路段数小时 除了对道路交通和建筑物的破坏 这场冰雹风暴还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打击 大片的农作物被砸坏,给农民们造成巨大损失 一些花圃和果园也遭受重创 气象专家表示,出现如此大范围强烈冰雹的情况 在西班牙并不多见 这与近期南下的冷空气和不稳定的大气环流有关 多地气温骤降,强对流云系发展 为冰雹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针对北部和中部地区发布了新的暴雨 大风和冰雹预警,提醒民众做好防范准备 预计未来几天,西班牙还将遭遇强降与天气 气温也将持续走低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西班牙民众展现了良好的应对能力 大家互帮互助,共度难关 受灾严重的城市启动应急预案 全力开展强险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这场突袭而至的冰雹风暴 给西班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他们期盼灾害早日过去,生活能尽快重回正轨 近年来,西班牙频繁遭遇冰雹等极端天气事件 给当地民众的生活和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西班牙之所以成为冰雹频发地 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大气环流特征密不可分 首先,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 北宾比斯开湾,南临地中海 境内多山地高原,地形复杂多变 特别是中部的伊比利亚山地 平均海拔达600米以上 这种地形条件很容易导致气流紊乱和不稳定 当冷空气突然入侵时 常常会与地面湿热空气发生强烈对抗 加剧大气的不稳定性 为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西班牙常年受西风带环流控制 西风带是北半球中纬都地区盛行的一支强大的西风环流 对欧洲的天气影响巨大 夏季西风带北台,复热带高压北溅 西班牙通常会出现炎热干燥的天气 而在春秋两季西风带南压 西班牙常受冷风和低压系统影响 西风带风区是多发灾害性天气的高发区 特别是当南下冷空气与地面暖湿空气遭遇时 常引发剧烈的对流性天气 其中就包括冰雹 此外,地中海也是影响西班牙天气的重要因素 地中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洋 海水温度常年较高,蒸发旺盛 是西班牙水气的重要来源 当冷空气侵袭时 暖湿的地中海气团会为强对流提供充沛的水气和能量支持 加剧天气的不稳定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极端天气事件在世界各地多发 全球变暖使得大气中的水气含量显著增加 为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提供了更多的燃料 地中海区域是全球变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 升温幅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早在2019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就曾指出 在21世纪 地中海地区的极端高温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将显著增加 这无疑也会加剧西班牙极端天气灾害的风险 实际上 冰雹是一种威力强大的固态降水 通常出现在剧烈的雷雨天气中 它的形成需要满足一些特殊的条件 首先 冰雹多发生在强对流云团中 如激雨云和激雨雪云 这类云端高达10千米以上 云体强大 长半有雷电 短时强降水 大风等剧烈天气 强烈的上升气流是形成冰雹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 冰雹的形成需要过冷水滴 一般情况下 水在零摄氏度时就会凝固成冰 但是在云中 由于缺少凝结核 很多小水滴 即使在零下几十度的高空中也能以液态存在 这就是过冷水 当过冷水遇到冰河时 会迅速凝结成冰晶 与此同时 冰雹在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的反复作用下 慢慢长大 初始的冰河被上升气流带到高空 与过冷水会合 通过凝滑作用逐渐增大 当冰雹达到一定重量后 上升气流将难以支撑 冰雹开始下坠 在下坠过程中 它有可能再次被上升气流卷起 重新回到高空中聚合生长 冰雹就是在这种上升气流和下沉气流的反复作用下 逐渐长大 强大的上升气流 可使冰雹在云中停留更长时间 从而长得更大 当冰雹的重量超过了上升气流的托举力时 它就会落向地面 冰雹的下坠速度非常快 可达每秒30米以上 如果冰雹颗粒大且密度高 其杀伤力和破坏力将非常惊人 遭遇冰雹袭击时 学会妥善避险 可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首先 要尽快进入有顶部遮蔽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内 如房屋 商场 地铁站等 切勿在通况地带逗留 汽车虽然能提供一定保护 但仍有被砸坏的风险 且有可能因能见度太低引发事故 其次 要远离玻璃窗 和一被砸碎的物品 尽量选择在建筑物中心位置 避开靠窗的区 如果正在户外 且来不及转移 要尽量蜷缩身体 用手提包 书本等硬质物品保护头部 因为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 与此同时 对于农田 果园 牧场等露天场所 要提前采取防保措施 如搭建防保网 提前收获或转移物资 将牲畜赶到棚圈内等 此外 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现代气象技术 已经能提前探测到强对流云团 并对冰雹的可能发生地点 做出预报 发现危险时 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不能忽视的时 在灾后要清点人数 检查有无受伤人员 及时固定核修扇受损建筑 清理道路和沟渠中的冰雹堆积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 冰雹除了会直接伤人毁物外 还可能引发多种次生灾害 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 首先 会造成道路结冰和积水 大量冰雹落地后 常会在路面上形成厚厚的冰层 这会使道路湿滑难行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而当气温回升 冰雹融化后还会造成路面积水 积水不仅影响通行 还可能透过裂缝渗入路基 损害道路设施 其次 会造成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受损 对于正值生长旺季的农作物来说 冰雹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植株可能被砸断 砸坏 叶片和果实不满伤痕 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 一些经济作物 如葡萄 烟草等 也常因冰雹受灾 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不能忽视的是滑坡和泥石流 在山区 强降雨和冰雹 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特别是那些植被破坏严重 掩体破碎的山坡 在遇到极端天气时 更已发生崩塌 泥石流向山洪般汹涌而下 破坏力巨大 会冲垮道路 桥梁 房屋 甚至造成人员伤亡 更为关键的是 会造成洪涝灾害 当短时间内降下大量冰雹 又恰逢气温回升 熔冰速度加快时 地表净流骤增 很可能引发洪水 城市内烙 农田被淹 河流溃低的情况时有发生 洪水还会影响宫殿 宫水等城市基础设施 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需要提醒的是 雷电也是冰雹天气的 常见半生现象 雷击可能引发森林火灾 建筑物火灾等 在干旱少雨的季节 火势更易蔓延 况且雷雨大风还会加剧火势 给扑救带来很大困难 在地球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冰雹作为一种极端天气现象 时常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 这些从天而降的冰块 大小不一 形状各异 有时甚至可以达到 令人难以置信的尺寸 那么 历史上最大的冰雹 究竟是怎样的呢 它又是在何时出现的 为什么有些冰雹大 有些冰雹小 根据现有的历史记录 人类目前所知的最大冰雹 出现在1986年4月14日 地点位于孟加拉国的高培尼尼县 这个冰雹的直径 达到了惊人的1.02米 重达一公斤 堪称冰雹界的巨无霸 当时 这个冰雹从天而降 砸在了一片农田里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这个冰雹的出现 让当地居民和科学家们都大吃一惊 因为在此之前 人们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冰雹 事实上 在冰雹的形成过程中 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它的大小 首先 冰雹的形成需要强烈的对流运动 也就是上升气流 当地面的空气受到太阳辐射的加热后 会形成上升气流 将水气带到高空中 如果上升气流足够强 水气就会在高空中凝结成小冰河 并随着上升气流不断攀升 在上升过程中 这些小冰河会以过冷水滴碰撞 并吸收水滴逐渐长大 当冰雹的重量超过上升气流的承载力时 它就会从云层中掉落下来 除了上升气流的强度外 大气中的水气含量也是影响冰雹大小的重要因素 如果大气中的水气含量较高 冰雹在上升过程中就有更多的机会吸收水分 从而长得更大 此外 冰雹在云层中的停留时间也会影响它的大小 如果冰雹在强烈的上升气流中停留的时间较长 它就有更多的机会吸收水分和碰撞其他冰河 从而长得更大 当然 并非所有的冰雹都能长到1.02米那么大 绝大多数冰雹的直径都在1厘米到5厘米之间 只有极少数能达到10厘米以上 这是因为 虽然上升气流和水气含量等因素 对冰雹的生长有促进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例如 当冰雹的重量超过上升气流的承载力时 它就会从云层中掉落下来 而无法继续生长 此外 云层中的温度也会影响冰雹的生长 如果温度过高 冰雹在上升过程中就有可能融化 从而无法长大 除了1986年的巨无霸冰雹外 历史上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大冰雹记录 例如 2010年7月23日 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小镇上空 出现了一场罕见的冰雹雨 有目击者称 当时从天而降的冰雹 大小与垒球相当 直径约为20厘米 这些冰雹砸毁了当地的农作物和建筑物 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总的来说 冰雹的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上升气流的强度 大气中的水气含量 冰雹在云层中的停留时间等 虽然绝大多数冰雹的直径都在1厘米到5厘米之间 但在极端情况下 冰雹的直径也可能达到10厘米以上 甚至像1986年的巨无霸冰雹那样达到1厘米以上 这些巨大的冰雹 虽然罕见 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成为了人类与自然斗争的一个缩影 同时 他们也提醒着我们 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以减少损失 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回顾历史 人类遭遇过不计其数的冰雹灾害 一些事件因其破坏之列 影响之广 而令人记忆犹新 1788年7月13日 法国中部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冰雹灾害 据史料记载 落下的冰雹 重达0.5至1公斤 砸死了大量牲畜 毁坏了上千座房屋 事后统计 这场灾害 共造成约1000人死亡 多人受伤 经济损失近10亿法郎 2010年4月14日 澳大利亚珀斯遭遇了一场 百年不遇的冰雹风暴 高尔福球大小的冰雹 密集砸向地面 发出炮弹一般的巨响 事件中 有1500多人受伤就医 大量建筑物和汽车受损 电力中断 数目被连根拔起 保险公司预估 这次事件的理赔金额 可能高达10亿澳元 2021年6月19日 加拿大卡尔加里市 突遭冰雹重创 一些冰雹的直径 甚至超过了10厘米 巨大的冰球击碎玻璃 砸坏屋顶 砸烂农作物 甚至砸穿了几座商场的楼顶 事发后 大量房屋和商铺 被迫停业维修 经济损失超过10亿家园 冰雹是一种常见的极端天气现象 它的形成过程复杂 影响因素多样 因此在形状 大小和结构上 呈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 根据这些特征 我们可以将冰雹分为 几种不同的类型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 形成机制和识别方法 首先 按照冰雹的形状 我们可以将其分为 球形冰雹 椭球形冰雹 人磐形冰雹 和不规则形冰雹的 球形冰雹 是最常见的一种 它们的形状 近似于一个完美的球体 表面光滑 内部结构均匀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 较为稳定的大气环境中 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的 强度较为均衡 因此冰雹在上升过程中 受到的空气阻力较小 能够保持球形 椭球形冰雹 则略有不同 它们的形状 呈现出一定的扁平或拉长 这通常是由于 冰雹在上升过程中 受到了不均匀的 空气阻力所致 当冰雹在水平方向上 受到较大的阻力时 就会出现椭球形 圆盘形冰雹 则更为少见 它们的形状 类似于一个扁平的圆盘 中间厚 边缘薄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 强烈的七变风环境中 水平方向上的 风速差异较大 导致冰雹 在生长过程中 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 不规则性冰雹 则是一种综合性的类型 它们的形状多样 不规则 有些像花生 有些像星星 有些则像一个个小刺球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 复杂的大气环境中 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 形状难以用 简单的几何体来描述 除了形状之外 冰雹的大小 也是一个重要的分类标准 按照直径的大小 我们可以将冰雹分为 小冰雹 中冰雹 和大冰雹三类 小冰雹的直径 通常在一厘米以下 相当于一厘米 或者一厘弯豆的大小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 较弱的对流环境中 上升气流的强度不够 因此 冰雹难以长到 更大的尺寸 中冰雹的直径 通常在一厘米到五厘米之间 相当于一个樱桃 或者一个鸡蛋的大小 这种冰雹 在我国较为常见 通常形成于 中等强度的对流环境中 大冰雹的直径 则在五厘米以上 相当于一个橙子 或者一个苹果的大小 有时甚至可以达到 篮球或者西瓜的尺寸 这种冰雹 形成于极端强烈的 对流环境中 上升气流的速度 可以达到每秒数十米 因此 冰雹可以在云层中 长时间的停留和生长 最终达到巨大的尺寸 冰雹的结构 也是一个重要的分类依据 按照内部结构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冰雹分为 单层冰雹 多层冰雹 和混合型冰雹等 单层冰雹的内部结构 较为简单 通常由一层透明 或半透明的冰组成 内部没有明显的分层 或者包裹体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较为单一的 大气环境中 冰雹在生长过程中 没有经历显著的环境变化 多层冰雹则不同 它们的内部结构复杂 通常由多层不同密度 和透明度的冰组成 每一层都代表了 冰雹生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这种冰雹 通常形成于 复杂多变的大气环境中 冰雹在生长过程中 经历了多次环境变化 因此内部形成了多层结构 混合型冰雹 则介于两者之间 它们的内部结构 既有单层冰雹的特征 也有多层冰雹的特征 因此判断起来较为困难 除了上述三种 主要的分类方法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 冰雹的透明度 密度 硬度等物理特性 来进行分类 例如 有些冰雹的透明度很高 内部几乎没有气泡或杂质 像一颗晶莹剔透的水晶球 有些冰雹的透明度则较差 内部充满了大量的气泡和杂质 像一块浑浊的浮冰 再比如 有些冰雹的密度很大 手感沉重 像一个石心的石球 有些冰雹的密度则较小 手感轻盈 像一个中空的塑料球 此外 冰雹的硬度也各不相同 有些冰雹硬度很高 像一块坚硬的岩石 有些冰雹的硬度则较低 像一块松软的冰高 稍一用力就会碎裂 冰雹具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 难以提前预知 这给防灾减灾带来很大挑战 不过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 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 预测和探测冰雹的手段 首先是气象雷达 现代气象雷达能够实时监测 周围数百公里内的云团情况 通过反射回波的强度 高度等参数 气象学家能判断雷暴云的类型、强度以及冰雹的可能性 部分雷达还具备双偏振功能 通过分析以低形状的差异来识别云中的冰雹 其次是闪电定位系统 研究表明 云内闪电频率的突变常常是冰雹即将到来的预兆 现代闪电定位系统布设了大量探测站 能实时监测到云内闪电的位置和频率 通过闪电跳增现象 气象部门可以提前几十分钟发布冰雹预警 与此同时 还有数值预报模型的普及 现代气象预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值模拟 通过对大气运动方程组进行数值求解 再结合大量观测资料同化 模式能预报未来几天的天气状态 一些预报模式还能据此判断雷暴 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的发生概率 此外 卫星摇杆探测也是预警冰雹的重要手段 气象卫星能够从宏观角度 监测云系的演变 并对云顶温度进行繁衍 当云顶量温骤降到零下50摄氏度以下 往往意味着强对流云 正在迅速发展 有可能产生冰雹等剧烈天气 谢谢您按赞 留言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将会每天更新世界各地最新新闻 持续用科学的角度 探索气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